女人这五个反常小变化说明她很嫌弃你 当一个女人开始嫌弃你的时候 不管你做什么都是错的 即使你什么都不做 她也会讨厌你 当一个女人开始嫌弃你的时候 会有这五个明显的表现 女人这五个反常小变化说明她很嫌弃你 第一个她从来不会主动联系你 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每天晚上熬夜和对方聊天 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抱着手机 只为跟对方说一句晚安 而现在她都不会主动联系你 就算是很长一段时间不见面 她也不会主动联系你 第二个她开始处处嫌弃你 如果一个女人开始处处嫌弃你 说明她对你已经死心了 当然如果一个女人连嫌弃你都觉得是在浪费时间 那么她已经对你彻底死心 当一个女人对你还抱有期待和希望 她或许会想要激发你的潜能 通过不断地打压你 来让你变得更加强大 第三个不愿意把时间花在你身上 她总说自己很忙 要和朋友聚会 也陪闺蜜逛街 总之就是没有时间陪你 其实这个女人她的心里早就开始嫌弃你了 才会连敷衍你都不愿意 她甚至觉得把时间花在你身上是一种浪费 第四个她对你极其冷漠 不再充满热情 如果一个女人对你极其冷漠 不再像当初热恋时候那般热情 那么说明她开始嫌弃你了 因为一个真正喜欢你 对你抱有热情的女人是不会疏远你的 她会想要从你这里获取更多的存在感 第五个 拒绝和你有身体接触 一个人爱不爱你 身体是不会说谎的 当她开始拒绝和你有任何身体接触的时候 她已经不爱你了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有一种人不必强留 好聚好善是我唯一能成全你的了 爱情里有些爱并不能一千手就是一辈子 所以如果不爱了 就不要再继续的挣扎或者纠结了 早点放过对方 放过自己